诶 仔细听哦 这题很重要 我再讲一次 他这个题目在问说 圆上的动点到这个定点距离的最大值 你要先搞清楚这个点在圆的什么地方 它在圆的外面还是里面 听懂吗 所以现在我问你 你怎么判断这个点是在圆的什么地方 怎么算 这个点给它一个名字 这个点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叫做Q点好了 可以吗 这个点给它一个名字叫Q点 我们来算这个MQ的长度 哈啰 来 两点之间的距离 你会说吗 我们来算M跟Q的长度 座标相减 负二减一 所以是负三的平方 加上一减掉负三 所以是多少 4的平方 哎 座标相减 平方相价再开根号 请问你 MQ的长度是多少 是5帽 这个圆的半径是3 MQ的长度是5 那代表说这个Q点在圆的什么地方 哎 你们为什么不理我 在圆的外面啊 来 这个Q点在这里哦 来 Q点现在叫做1-3 这个点我随便画了 这只是一个示意图而已 好 这个节目又结束咯 哈啰 所有朋友看我这边 这个Q点不会动对不对 这个Q点是固定的 它不会动 然后呢 在圆上有一个什么点 题目有讲哦 这个点叫做什么点 这个点叫做P点 对吧 这个点叫做P点 在圆上有一个点叫做P点 请问你这个点会怎么样 会动来动去 P点如果在这里 PQ就会有一个长度对不对 对吧 同学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这个东西就是PQ线段的长度 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个点叫P点 这个点叫Q点 这个东西指的就是PQ线段的长度 如果P点在这里 PQ线段程度就这么长 如果P点在这里 PQ线段程度就这么长 如果P点在这里 PQ线段程度就这么长 他现在这个题目问你说 请问P在哪里的时候 这个PQ线段的长度会有最大值 你猜P点在哪里 P点在哪里 P点在圆上动来动去哦 然后当P点的位置改变的时候 这个长度也会跟着一直不断改变 请问P点在哪里的时候 这个长度会最大 会在哪里 对面 对面 哪里 就这里啊 同学拿出你的笔 把这个连起来 你的P点在哪里 在这里的时候啊 来你把这个点mark出来 我们靠北师哥有讲过 对不对 就这样子 当你的P点在这里的时候 这段长度是不是最长 对不对 这段长度是不是最长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要出来咯 求你这一段的长度要怎么算 刚才我们已经有算这一段的长度 MQ的长度是多少 这一段长度是5 诶 圆的半径是多少 3 所以你猜这一题答案是多少 8 8 这一题答案是8 对不对 这一题答案是8 诶 诶 这题目很重要 但是它的重要在哪里 你在 在这里 很多学生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同学哆啦列梦的翻译蒟蒻 请你把它吃下去 这一个东西它代表的是距离 这样可以吗 这是一个动点 这是一个定点 你要了解这个概念 才能够做这个题目 这样好不好 这题目要会哦 OK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进度马上要展开 请你翻到139页 诶 我先讲这一题就好好不好 然后段稿前我们有时间 同学还有其他问题 我每一题都帮你解决 这样可以吗 请翻到139页 随堂议席 随堂议席 它说有一个圆 方程式s平方 加上y的平方 来再加上 6倍的x 再加上4 3倍的x 3倍的x 这是一个圆 它讲这是一个圆 对不对 然后它现在跟你说 圆外一点 哎呀 它对你真好 它都告诉你这个点在圆外 圆外有一个点叫做P 点坐标2到点0 通过这个P点 干圆相切的直线称为叫切线 它让你求切线的方程式 这种屏幕 同学你看我怎么做 这种屏幕你当然要怎么样 画一个小小的图吗 我个人最喜欢画图了 你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来快点 画一个图 画一个小小的圆 Oh my God 来画一个圆 好 它现在说 这个圆的外面有一个点叫P点 有一个点叫P点 你说老师你的P点真的在这里吗 我当然不知道 这个图我随便画的 这只是一个示意图而已 对不对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过这个P点 跟圆相切的直线会有几条 我昨天应该有发一个学习单给你们 你们班有写那个学习单吗 有吗 然后我问你 过圆外一点 做圆的切线 一定有几条 一定有两条 对不对 不管这个P点在哪里 这里一定有一条 对不对 你看这样过来这是不是切点 这是切线对不对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一条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问你 等一下我们会做出几个答案 一定是两个答案 因为过这个点 做圆的切线 一定有两个 所以答案一定有两个 好 那你说老师 那要怎么求出这个切线呢 要求这个切线很简单 首先 你已经有点了 直线的方程式 你还少一个什么东西 你现在写直线方程式 除了点之外 你还要知道什么 写率 对不对 所以你不知道直线的写率 我们就假设直线的写率是谁 来我们设计一下 直线的切线的写率 我们写率一般用哪一个代号来表示 M对不对 好 那现在同学你看 看好这边 不要聊天 来 请问你 有点 但是斜率不知道 我们可以用什么式把这条直线假设出来 点斜式 就是Y-Y0 Y-0 会等于斜率 不知道是谁 叫做M 再乘上 X-多少 X-2 哇哦 我们的切线就可以这样假设 对不对 对啊 我们已经知道他通过这个点啊 但是斜率未知嘛 这个斜率是谁 我我们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写成点斜式没有问题 对不对 现在把这个东西打开 打开之后 他可以写成M-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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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剪掉M te xiv 来我等妳 这个打开是不是这样 M outbreak的X 把Y翻过来 因為 同學你看喔 每個圓都有圓心 對不對 來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個稱為叫什麼點 這個稱為叫切點 圓心跟切點的連線 跟這個切線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垂直 而且這個長度剛好就等於這個圓的什麼東西 半徑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圓心到切線的距離剛好會等於半徑 對吧 切線長這樣 圓心我們等一下可以配方 找出圓心跟半徑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拿出來用 這個M就解出來了 這一題就得分了 這標準的SOP 知道我在講法嗎 再講一次 通過這個點 假設點解釋 對不對 既然它是切線的話 圓心到切線的距離一定剛好等於半徑 就用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就可以把斜率算出來 然後帶回去就得到答案 好 那我示範一次給你看喔 我們還是要做什麼事 我們還是要做配方啦 所以配方真的太重要了 你不會配方這種題目根本就完蛋了啊 來 我再配一次給你看喔 你最好一定要外配方 這國中的東西 S 平方 加6X 我要問誰呢 問君隆 君隆這裡可以多談 9 一半的平方 專業 對不對 來 加9 好 然後這裡 加上 Y的平方 然後會等於 來 左邊加9 右邊也要加9 然後請問你結束了嗎 有些人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喔 你不要忘記這裡還有一個誰 這裡還有一個4啊 這個4要怎麼樣 要翻過去喔 所以這裡要怎麼樣 減4啊 真的不知道你在寫什麼 我們寫錯 沒有吧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東西會變成什麼呢 它會變成 X 加還是減 加 3 的平方 再加 Y 的平方 等於 9 減掉 4 是多少 5 對不對 我這樣寫 你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配方配完了喔 然後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你看喔 同樣的事情我一直在問 這個圓的圓心是誰 你講話 哇 圓心不會看喔 來 大哥圓心是多少 -30 很好 來 圓心是-3 -0.0 好 那這個圓的半徑是多少 半徑多少 更號5 更號5 很棒 對不對 來 欸 還沒有完喔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來算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喔 Dispense ML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這個我念過一百萬遍喔 點代入方程式曲 絕對實際 除以係數平方而開 更號 對不對 我們念過一百萬次了 有 來 請問你把哪一個點帶進去 把-30 帶入哪裡 帶入這條線阿 所以你看帶進去喔 -3帶進去 所以這邊會是什麼 -3m 來 0帶進去 減掉0 再減掉兩倍的m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點代入方程式曲絕對值 除以係數平方而開更號 所以這裡會有m的什麼 平方 再加上 來 按進按進 這裡是什麼 -1 的平方 知道我在寫什麼東西嗎 然後會等於什麼東西 會等於半斤叫做誰 更號5阿 都會解這個m不不很難 還真的有點難 我解給你看喔 來 這一個我整理一下 絕對值裡面是幾m -5倍的m 畫絕對值 除以來這裡是更號的什麼東西 更號的m平方 加1 來 會等於 更號5 好 欸 同學我問你接下來要做什麼動作 怎麼把m算出來 游靈畫游靈 你看到這裡有更號 看到這裡有絕對值 左邊跟右邊相等 怎麼樣把這更號拿掉 兩邊把它怎麼樣 平方阿 對不對 來這回來好不好 欸 這種題目不會很難 但這種題目就是 過程有一點多 同學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兩邊把它平方阿 平方之後 看我這邊喔 這裡變m平方 加1 然後上面這裡變成25 怎麼樣 好靠 來 25m平方 來 然後這裡會等於多少 這會等於5 知道我在講好嗎 就這樣子 那解這個m嗎 來 這個5跟這個25 好像可以約掉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5 好 整理一下 它會變成 5倍的什麼 m平方 來會等於 m平方再怎麼樣 加1 喔 所以4倍的m平方 等於多少 等於1 所以m平方等於多少 4分之1 哇 終於 來m就等於多少 正負 2分之1 對吧 你看 我都把m算出來 這個題目喔 我跟你講喔 我在幫你把流程講一次喔 其實我還沒有寫出最後的答案 過圓外一點 做圓的切線 來 所有人回答我 一定會有幾條 絕對有兩條 用生命跟你保證 絕對兩條 這廢話對不對 那邪律不知道 點知道 那你就假設點形式 你只要專心的把邪律算出來 對啊 專心的把邪律算出來 這一題就得分了 好 那你說老師怎麼算這個邪律呢 先把它打開整理 整理成一般式 然後因為它是切線 圓心到切線的距離 剛好會擋一半徑 所以就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給它用下去就對了 然後就開始去整理 對不對 開始去做 最後把它算出來 算出來以後 你告訴我要帶回去哪裡 我跟你講你要帶回去這裡也可以 要帶回去這裡也可以 好 最後的答案就這樣寫 叫做 y 等於 來 m是什麼 正負 2分之1 再乘上 s怎麼樣 減2 哦 你看 有兩條耶 就這兩條 來 你把這個答案寫上去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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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你看一下齁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同學我這邊還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齁 考試如果他說答案不能寫成這樣 那你要怎麼辦 有時候他會要求答案的合適啊 比如說 我現在告訴你 考試如果跟你說 你不能寫成這樣齁 你不能寫成什麼 2分之1乘上s- 因為 如果 你的回事 已經 不管